今天和大家分享自己在家怎么发酵有机肥 自己发酵的有机肥成本低 但好处却不少 肥力通促能改善肚脑 使用起来更绿色健康 还能提升果素的产量和口感 帮助植株根系的生长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菜籽饼肥 因为它闻起来香香的 比起一些其他的有机肥 像鸡粪羊粪之类的 我觉得更好下手 这个是我买的六斤菜籽饼肥 花了五块钱 新鲜的这个菜籽饼肥 就是像这样子一片一片的 如果你自己家有炸菜籽油 那剩下的这个菜籽饼就只能直接用 不用花钱买 买回家的这个菜籽饼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没有经过发酵的菜籽饼直接买在土里 或者是你给它撒在盆土的表面 很容易能发生烧描的情况 买回家的这个菜籽饼呢 我们可以给它装在一个大盆里面 这个盆呢要稍微大一点 这样后面更好操作 菜籽饼装好之后呢 我们准备一点清水或者是温水 这个时候重点来了 往水里呢加入适量的酵母 这个酵母啊就是平常做包子馒头用到的酵母 很常见 我加了呢一共像这样一小包 有五克 给它搅拌均匀 加酵母粉啊能让这个菜籽饼肥呢 发酵起来速度更快 把这个酵母水呢倒进去 边倒边搅拌 搅拌的过程呢 顺便把这个菜籽饼给它捏碎 搅拌到这个菜籽饼摸上去 潮潮的用手一转呢能转成团 能感觉到明显的潮气 但是一捏又能松散开来的状态 水就够了 刚开始搅拌的酵母水啊可以少一点 后面呢水不够可以再加 因为酵母水是需要全部都用掉的 水也不要加太多 加的太多呢容易发臭 搅拌好之后呢 我们准备两个塑料袋 把这个搅拌好的菜籽饼肥啊 给它倒进去 把带口呢给它扎紧 套好之后啊 外面呢再套上一个 让它密封发酵 密封发酵呢能减少杂菌进入 这样发酵出来的这个菜籽饼肥啊 不容易有臭味 带口扎紧之后呢放在有阳光的地方 秋季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一般发酵一个月左右啊就可以使用了 发酵好的菜饼肥 闻起来的味道呢 有点像这个面包发酵过头的味道 带点酸的那种酒香味 菜籽饼肥发酵好之后啊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一次性用不完的呢 你等它发酵好之后啊 可以给它晒干保存 晒干保存不容易生虫 保存时间更久 今天关于这个菜籽饼肥的发酵方法 介绍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个关注再走吧 好